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发怒了 他下令向乌克兰发射了上百枚导弹 作为对乌克兰军队频繁袭击俄罗斯 克里米亚和比尔格罗德州的报复 这两个地方距离乌克兰都非常近 俄军对此感到十分烦恼 虽然说给俄罗斯当地造成的损失并不太大 但这个新年俄乌边境线附近的人们 不得不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 这谁受得了 俄乌战争已经接近两年 尽管乌克兰的军事实力 无法与俄罗斯相提并论 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 乌克兰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战术 不跟俄罗斯正面交锋 而是采取类似于游击战的方式 频繁的骚扰和袭击 以此消耗俄罗斯的耐心和实力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在面对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 也显得力不从心 这也反映了游击战的特性 难以预测和防范 在战争中 尤其适用于实力相对较弱的军队 因为只有当双方实力相当的时候 才会采取正面的阵地战 游击战的核心思想是以小伯大 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和不断的骚扰 来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 乌克兰正式运用这种战术 让俄罗斯军队不胜其烦 不得不分散兵力 应对乌克兰的袭击和骚扰 这种战术不仅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还让其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倍增 在现代战争中单一的正面交锋 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通过灵活运用游击战等战术 乌克兰成功地挑战了俄罗斯的军事优势 然而乌克兰的这种战术 也可能不是西方想要的结果 美国和欧洲一直试图避免局势升级 一直拒绝向基辅提供 能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的武器 为此美国甚至秘密改装了 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以避免乌克兰军方将导弹射入俄领土 美国和欧洲的这种做法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些人认为 美国和欧洲 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装备 以帮助他们抵御俄罗斯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甚至引发更大的战争 俄罗斯的这次报复行动 也可能会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未来俄乌之间的冲突 将把局势带向何方 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真相报何时了啊 哼